袁文在逐就書接上一回,就說到莫文帶著癡疑,接著那個死人大阪牙就去到江邊了。 這陣江邊,果然就拍了一條很大的船,這條船有內外兩個艙,內艙的窗口旁邊,坐著一個有二十多歲的女人, 桃枝抹粉,打扮得十分妖艷,一見大阪牙回來就笑著說:"哎呀,二爺,你回來了!" 第一眼見到大阪牙身後,跟著兩個青年男女,尤其那個女生十分明麗動人,她打了一凸,跟著明白什麼事,笑口細細說:"哎呀,二爺,你帶兩個人回來嗎?" 大阪牙的二爺笑話說:"嘿嘿嘿,沒錯,我帶這位姑娘和你做盤好之不好啊!" 看看二爺,你去哪兒,當然好啊! 大阪牙跟著對莫文說:"哎呀,姑娘,你和她一起,今後姐妹相親。 姐妹相親,我怎麼敢啊?" 大阪牙說:"哎呀,不用客氣啊,今後我們是自己人啊!" 大阪牙說,自己跟著跳板才上船, riendin 並不會讓她旁邊叫風也��約打個團色 就看著下船開試,這陣子在船之中,他坐著了兩隻黑衣男人 大阪牙跟女士說話的時候,早就站在 rằng穹中站出來, 爭光勁勁勁道是道遠的呼吶。 帶握了一聲." 大阪牙就说,你两个,今晚要努力招呼这位哥哥仔 是,二爷 莫文一上船,立即打亮船上所有人灯 他看出这两个黑衣竞装的男人,就不是武林中高手 看来可能是二爷请来的保镖,或者他养的打手 后来再看,法国船头船尾,国企是一个水手 一看就是一般的水上人家,并不是武林中人 莫文基本可以肯定,大阪牙二爷不是三层 而是一个用心不良的坏人,是这种人很容易对付 好了,当大阪牙请他后舱坐,他就不客气了,就对阿痴爺说了 兄弟,你一个人在前舱坐下,乖乖地,不要乱走就知道 哦,你去吧,我知道了,大阪牙马上说,嗨姑娘你放心 你兄弟有我们两个人看着他,不会出事的 二爷,你真是一个贵人,好心又好报的 嘿嘿嘿,那你这事就说得对了 姑娘,那你怎么报答我呀? 莫文心想,你的死产你画你路上了,是吧? 大大笑话说,二爷,你说怎么报答 我就怎么报答,随你了 哦!拉 homepage 好!开船,开船! 这船你快离嘛 走了一阵 那个痴尔也坐不卻的 他感觉嘲确 secret,就问那两个组织 嘿嘿,哎嘿大哥你懂得玩弹子呀? 弹子? divided me 什么弹子呀? 癡员在壞裡塗了兩顆光彩奪木的珍珠出來,兩顆都有白甲彈大的。 我們就一人拿一顆,你那顆彈中我的顆,我就輸。 我彈中你的顆,你也算輸。 那誰輸呢,就要被爺爺的蓋一巴,或者打手,玩不玩? 其實玩彈子這東西,只是小蚊仔在地上玩,大人怎會玩這些東西呢? 但是這陣子那兩個保鏢,被癡员手中的光彩奪木的珍珠吸引過去, 有時眼睛也瘋了,他們不敢相信這個愚蠢仔手上的是不是真正的珍珠呢? 或是塗了顏色的石頭仔呢? 那便說,阿哥仔,把你手上的珠給我看看,行不行? 那你來玩吧,玩玩玩,讓我看看吧! 神經病,把兩顆白甲彈這麼大的珍珠交到他們兩個手中。 他們兩個說,一人拿一粒仔細看啊! 他們兩個是識貨之人啊! 馬上看出,這個是真正的上等珍珠! 每粒價值上千兩銀,哎呀! 真是天外非你橫財啦! 這兩隻人幾乎懷疑自己在做夢,相互對望一下洗的顏色, 咦!有了道了!其中一個問了, 阿哥仔,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珠? 啊啊啊啊啊,我知啊! 它,它,它,它就是珠咯! 是,是,是,它的確是粒珠! 這兩個保表心想,這兩顆價值千兩的珍珠, 這隻愚蠢仔,將它當成一般的彈紙玩啊! 哼!不是白痴,都是個不識貨的蠢仔啊! 而且,從它說話和舉止來看, 最多一個七八歲的小蚊仔,一定是白痴無異了! 啊啊,要哄一下它才行! 如果要裝它入靚, 就等於三隻手撿田,拿十麻九韻啊! 接著又問了, 小蚊仔! 你身上還有多少粒這些珠啊? 我,我身上就不是很多, 但我知道有一個地方有很多很多啊! 什麼地方啊? 啊,我住那裡啦! 你住哪裡啊? 那我,我又不知道啊! 但,呃,但我知道它, 如果你要問,就問問我姐姐啦! 它知道那裡叫什麼名字啊? 那兩個保鏢又是對望一眼! 那本來它兩隻人呢, 就得到大阪牙的暗示! 暗示什麼呢? 暗示今晚造世界咯! 要將這個癡兒, 押它落江, 架架以為它失足跌落河! 然後大阪牙, 就對著那個小妹就動它咯! 開罐頭咯! 但是現在才知道, 如果將那個白癡仔丟到江道浸死, 不就等於掉了一筆天大的財富? 叫那條白癡仔帶自己去拿這些珠寶, 豈不是更好嗎? 有了財富,我即時做大爺啦! 還用跟你做保鏢? 這兩隻人心意相通, 根本就不理睬大阪牙的暗示! 打算先將那個白癡仔握走, 然後握它, 帶自己去住的地方拿珠寶更好! 各位, 在江湖上, 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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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財千奇不露人眼, 要不然就招來殺身之禍! 糟糕, 這個白癡, 他不懂的嘛! 亦不知道自己身上, 藏的每粒是價值千金的珍珠, 現在拿它出來當彈紙玩! 雖然是這樣, 反而今晚是救了他的命, 要不然他拿了彈紙出來, 今晚就被人砍下缸了! 這陣子的癡人急著要玩, 問, 喂! 你們兩隻東西幹什麼呀? 玩不玩呀? 不玩我自己玩的呀? 給我兩粒珠吧! 那兩個保鏢, 哪會肯給你呀? 正所謂錢財盜光棍手, 哪有回頭的? 一個說, 玩玩玩! 喂! 你身上還有木珠呀? 兩粒珠, 三個人怎麼玩呢? 一人一粒才能玩的呀? 啊! 是呀! 哦! 我還有啊! 我還有豬的, 我們三個玩吧! 講完, 他又多一粒出來, 那兩個保鏢一看, 他的粒更大, 我的眼睛都會掉出來, 他都不知道這個白癡仔到底身上幾粒珍珠, 現在一下子按著他, 搶他身上的東西, 但是怕癡兒叫起來, 讓大阪牙知道, 那這些珍珠, 豈不是全都抑掉大阪牙? 最好趁著大阪牙在後倉, 打那個美女主義的時候, 將癡兒身上的珍珠全都抑過來, 然後到了晚上, 夾帶著癡兒跳水而逃, 就這樣說, 想到這裏, 他們就問癡兒, 好啊! 我們的一人一粒, 怎麼玩先? 啊! 輸了, 就要誰刮鼻子的? 嘻! 刮鼻子不好玩, 那就打臭板吧! 更加不好玩! 那你說怎麼玩啊? 大哥仔, 我們這樣玩, 你輸了呢? 你手上那粒珠, 就給我們! 我們又不刮鼻子, 也不打你的手板, 免得打痛你嘛! 又好, 我輸了, 我就給你那粒珠, 那你們輸了呢? 我們輸了, 我們就給你鼻子刮, 給你手板打, 那, 那你們是不是很吃虧? 吃虧? 那兩個步驟都聽過, 我被你鼻子刮一下, 還吃虧? 你整粒珠給我呢? 但是心想, 這條死仔真癡呀白癡呀! 哎喲, 明框他吃虧, 又說成我們吃虧? 這陣子癡爺說了, 我輸了呢, 給你一粒珠, 我一點都不痛的, 但你們輸了, 要給我掛鼻子, 打手板心, 那會痛的嘛! 那兩個步驟一聽, 幾乎笑得逐親, 馬上說, 哈哈哈哈, 我們跟哥仔玩, 痛少少有什麼緊要呢? 最緊要你開心的嘛! 哦, 那你們是不想後悔的嗎? 不後悔, 不後悔, 什麼時候開始啊? 那兩個步驟心想, 那這條死仔你, 我後悔什麼啊? 一千多兩銀, 換一下給你掛手板, 按一下鼻子, 我給你按一千下, 又怎麼說呢? 哈哈哈哈! 那講到說, 彈子這什麼呢? 我們暗氣呀, 百發百中, 這個船艙都不夠兩丈, 闊得不過一丈, 我有什麼理由彈中你的豬呢? 於是, 三個就在倉板上玩彈珠, 喏, 他們第一次呢, 就彈中了痴兒, 滾在倉板上的那顆珍珠, 接著其中笑口細細說, 嘿嘿嘿, 哥仔, 我彈中你的豬了, 你的豬就是我的了, 是嗎? 是, 但是這樣啊, 現在輪到我來彈了, 如果我也彈不到, 我才給你了, 那個布錶一想, 又好, 那就把自己手中的珍珠放在那裡了, 那個痴兒立刻蹲下, 瞄準他的珍珠, 將自己手中的珍珠對準他, 啪, 一聲就彈出去, 那就不知是痴兒自小玩慣你什麼, 還是鬼屎神差, 啪, 一聲, 痴兒彈出那顆珠呢, 竟然在一丈遠的地方, 就彈中了那個布錶那顆, 痴兒拍著手開心就叫, 噢, 我彈中了, 好, 我彈中了, 來啊來啊, 現在誰給我打下手板三先, 有一個布錶, 新的手板出來, 來, 給你打, 那個痴兒對著手板伸, 啪, 打了一下, 哼, 不停打下就是, 奇怪事發生了, 被痴兒打過手板那個布錶, 不知為什麼, 日後怎麼彈都彈中痴兒那顆珠, 反而, 猛地被痴兒彈中他, 就猛地被痴兒刮他的手板, 好, 這裡我們先不講前仓幻彈珠這件事, 再講後仓發生了什麼事, 船呢, 一過柳城遠城, 到了兩岸武村落江面那時候, 大阪牙網網兩邊沒什麼人煙, 即刻帶了一些邪衣, 笑著問莫文, 嘿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姑娘啊, 你剛才說的, 怎麼多謝我吧? 莫文知道你已經開始玩你了, 癢癢瘤眉就說, 那, 你想說怎麼多謝你? 不如這樣吧, 你給我嘴咚你的臉珠仔啊, 莫文臉色一沉, 跟著一笑, 望望站在旁邊的婦人說, 你不怕你婦人會生氣嗎? 誰知道那個女人先小會來說, 哎呀, 靚女兒, 我才不會生氣啊, 我又不是她老婆, 哦, 那你是什麼人啊? 我是被她用錢包下來的, 一到馬屏牙, 我就要回回我的煙月樓的啦, 莫文的江湖經驗, 就不信怎麼豐富, 不知道煙月樓呢, 其實就是妓女住的地方, 其實任何一個有錢的人, 都可以包一個妓女, 在外面住兩三個月的, 她現在只是感到這個女人, 為什麼這麼賤格, 這麼不要臉的呢? 這陣子大阪牙又是淫聲四起, 嘿嘿嘿嘿嘿, 姑娘, 你現在就聽到了, 來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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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呀,來呀, 你坐在我的大腿上, 讓我先吃一口, 今晚呢, 我們自開開心心, 玩足她一晚上, 在她的孫子上, 我呀呀呀呀呀, 很過癮的嘛, 哎呀, 靚女, 那你不用找你的 什麼狼狼親戚了, 接著我二夜過日主, 我包你有食有煮的, 更好, 一會兒那個女人就說, 哎呀呀, 這位妹妹仔是臉皮薄的, 不如這樣啦, 我沒有空阻擋你啦, 我去艇尾跟他的艇家聊聊天, 你們用心玩啦, 哎呀, 嘩呀嘩呀嘩呀, 多謝你這麼通稱達理, 今晚呢, 我們三個一致開心啦, 那個女人呢, 冷知情識趣就去了後倉, 順手, 關上倉門, 嘘, 這陣大班牙就性急啦, 富郎都失埋, 玉手就拉莫文了嘛, 嘩呀, 誰知道, 嘩, 嘩一聲, 大班牙熬了一個清脆響亮的耳光, 他未看清莫文怎麼出手打的, 即時感到半邊面, 好像被燙豆辣到那樣, 一隻大班金牙都掉了下來, 整嘴都是血呀, 嘩, 這一刻他非同小可呀, 他, 他掩著臉, 六大對牛眼就說, 嘩, 你, 你, 你怎麼敢打我呀? 你不是想親一下嗎? 怎樣呀? 還親不親呀? 那個大班牙就火滾下, 一跳起, 伸了一隻死人垃圾手, 就走去抓莫文, 莫文這陣, 略略一環手, 一招掌完刀法, 就將他伸過來的垃圾手, 咬斷了手骨, 痛得他剛剛上大腳, 怎知莫文呢, 動作快如電閃, 一下咬一聲, 點了大板牙的眼門, 嘩, 令到他痛都叫不出, 眼淚水直飆, 整身冷汗看著他, 鼻鼻啪啪飆出來了, 莫文一腳, 將掃到嘩的聲, 躺在創板那裡, 然後他走過去笑, 就說了, 二爺, 你親夠了嗎? 你還親不親呀? 大板牙這陣, 知道自己當客, 招惹了女殺星, 他初時以為, 莫文是一般鄉下少女, 變天真無知, 後來再見一個莫文, 這麼容易相當受騙, 暗暗大氣了, 還未今晚一次燒暈, 嘗嘗鄉下的美女的風味, 多好啊, 是不是? 嘿嘿, 現在他真的燒暈到極了, 好啊, 更加尚到這些少女的風味, 他叫又叫不出, 嘩嘩嘩嘩, 又亂喊了, 莫文在行裝裡,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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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嘩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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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很清楚聽到 外面的女人 首先聽到啪聲 刮了一巴巴 接著聽到莫文笑咪咪說話 她就好笑 接著聽到啪啪聲 地上有響聲 又聽到嘰嘰嘰嘰的低聲聲 她就想到 哎呀 男女埋牙那時候 當然是這樣的聲嘆 她心裡還在乖 這個二爺怎麼這麼猴急 那個小妹是怎麼頂得順 那後倉裡面的響聲 和翻島的響聲 外倉那兩個保鏢 當然聽得到 但是現在他們一心就想握握 那些珍珠 聽到就等於沒有聽到 反而自己在龍衣診的耳 蹲著玩就玩到不亦樂苦 完全不記得自己是保鏢兼 打手的職責 那時候 後倉裡面 莫文雄的腳尖 踢開了大阪牙的穴位 就問了 你說 你是什麼人 到底這個大阪牙是什麼人呢 外面那兩個保鏢的下場 是什麼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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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